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聯合國人權專員巴切萊特展開中國的行程 其中最終目的是他將會到訪新疆 這是時隔17年以來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首次訪華 中國就非常高規格地接待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親自到廣州與他見面 而習近平主席也與巴切萊特舉行視像會面 習主席對巴切萊特訪華表示歡迎 並結合了中國歷史和文化 深入講述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重大問題 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致力於全方位 維護和保障人權的原則立場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開始 就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 百多年以來一直都為人民利益而奮鬥 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 經過長期艱苦奮鬥 中國成功走出了一條信應時代潮流 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中國不斷地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推進人權法治保障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中國人民享有更廣泛更充分更全面的民主權利 中國人民的人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雜誌席又指出 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與各方積極開展人權對話和合作 擴大共識減少分歧 相互借鑑 共同進步 共同推進國際人權事業 造福各國人民 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要將人民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不斷地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努力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這才是最大的人權 一國的人權狀況好不好 關鍵是看本國的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維護 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強 這是檢驗一國人權狀況的最重要標準 要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成為人權事業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和受益者 第二就是要尊重各國人權的發展道路 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 各國的國情不同 歷史文化、社會制度 經濟、社會發展的水準存在差異 必須也只能從本國的實際和人民需求出發 探索適合自己的人權發展道路 脫離實際、全盤照搬別國制度模式 不僅會水土不服 而且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人民群眾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要引以為界 第三就是要統籌兼顧各類的人權 他說人權的內涵是全面的、豐富的 必須綜合施策、系統推進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 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人權 要努力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為人權事業的發展提供堅強保障 第四就是要加強全球人權治理 習近平說促進和保護人權是全人類的事業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在人權問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國 不需要對別國而止氣死的教師爺 更不能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搞雙重標準 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國的內政 要確守聯合國獻章終止和原則 蘊釀全人類共同價值 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潮住 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 中方將會繼續支持聯合國 為促進國際人權事業作出的積極努力 巴赤萊特說感謝中方克服了疫情的困難接待他 他會十分重視和珍惜這次訪問 將會與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廣泛接觸、直接溝通 相信這次訪問將會有助於他更好瞭解中國 他說因佩中方在消除、貧窮、保護人權、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 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讚賞中方為了維護多邊主義、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告轉辦願意與中方加強溝通、探討合作 為促進全球人權事業進步作出共同努力 有人問為何中國要接待這個與中國不是太友善的機構的最高負責人 我就覺得國際格局大變之際 美國在全球拉攏盟有搞小圈子 自己沒有實力跟中國單挑就搞出不同的集團 直白一點來說就是打響了新冷戰 同時美國又發現原來的國際組織和架構當中 中國的影響力已經不斷地上升 例如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東亞峰會等等 所以拜登的團隊一面搞出新的小團火 包括印太經濟框架、四方安全對話、美、英、澳三方安全機制 想搞出不同的反華核心組織 還創作了一句口頭禪 就是說美國要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就是要求盟友背書同意他們的這句口頭禪 劍指中國破壞國際秩序 中國就借力打力 一方面就批評美國所說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含不清 另一方面中方就回擊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只有一套的規則就是以聯合國的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在聯合國的體系中是以國家為基礎的 例如是世衛組織就是聯合國下屬的組織 無論美國如何高調支持都沒有辦法令台灣成為觀察員 只有中國同意之下才成事 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是聯合國的組織 近年中國都有積極參與正面面對 就是要表現出對聯合國體系的尊重 同時也是展現出如果不帶有色眼鏡看待 中國是樂意安排外國的相關組織到新疆等地了解實情 這也是中國自信的表現 從習主席的發言中就總結了幾點 第一中國願意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 與各方展開人權對話和合作 關鍵是對方有沒有平等相待 第二就是人權沒有理想國 中國不需要教師爺就是明顯指責美國了 第三一個國家人權的好壞是要這個國家人民真正的感受 在西方做的民調中中央政府的支持度一直都高於九成 對於巴切萊特此行美國是公開反對的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一個反華基金會 星期二就圖文並茂地指責中國 對被關押在新疆難民營的人使用了嚴厲的手段 而與他們配合的就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亦在星期二說 美方並不認為中方會允許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萊特女士 對新疆人權進行全面獨立不受充號的評估 巴切萊特在這樣的情況下同意訪華是錯誤之舉 外加部發言人汪文斌就回應說 中方在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 簡稱高專來訪的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一半的 連續的 中方不單止歡迎高專來訪 亦都歡迎各國各界人士訪問新疆 親身感受和了解一個真實的新疆 同時中方反對搞有罪推定式的所謂調查 這個立場是始終如一的 相反在高專訪華問題上變來變去的是美國 郭文斌說原先要求人權高專訪問新疆跳得最高的是美國 現在反對人權高專來訪 喊得最大聲的又是美國 美國為何如此善變呢? 答案也是很簡單 為了掩蓋謊言就必須製造更多的謊言 他指責美國害怕他們編造關於新疆種族滅絕 強迫濃動的謊言被國際社會識破 所以不惜編造更多抹黑中方的謊言 來誤導國際社會 他說美方散佈更多的謊言也掩蓋不到新疆社會安定繁榮 人民安居樂業的事實 只會更加暴露出 美國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法的實質 郭文斌在回應提問的時候 又對於美國德州一所小學發生的槍擊事件 導致至少19名兒童在內的21人死亡感到痛心 他說生命權是最大的人權 種族歧視是最大的不公 美國是槍支暴力和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國家 也是人權赤字最嚴重的國家 郭文斌敦促美方切實將美國人民人權放在心上 盡快向世界提交一份美國的人權報告 深刻檢討為什麼美國會成為世界上 槍支暴力最嚴重的國家 兒童和青少年死於槍擊的概率 是其他31個高收入國家總和的15倍 另外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民意調查結果 可以反映出中國推動、合作、發展的外交政策是有修成的 2022年1月日本外務省委託國際調查機構 對除了緬甸之外的東盟成員國進行民意調查 在對2700名18至59歲的民眾進行網絡和走訪調查後發現 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者認為 中國是東盟國家現在最重要的夥伴 日本和美國排第二和第三 分別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訪者選擇 當被問到G20中哪個國家或者組織 是東盟國家今後最重要的夥伴的時候 百分之四十八的受訪者選擇了中國 再次排名第一 日本和美國分別排第二和第三 分別有百分之四十三和四十一的受訪者選擇了他們 這是自從一項民意調查開展以來 中國首次超過日本 被認為是對東盟來說今後最重要的夥伴 同一個調查在2019年日本就是百分之五十一排名第一 領先中國百分之四十八三個百分點 而最新的民調結果還顯示 當被問到G20中哪一個國家或者組織 最值得信任的時候 百分之十九的受訪者選擇了中國 迫近東盟自己的百分之二十 日本和美國分別排第三和第四 分別有百分之十六和十四的受訪者選擇 日本外務省分析指 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排名 成為對東盟來說今後最重要的夥伴背景 是在於中國通過所謂疫苗外交 深化與東盟關係 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但日本經濟新聞認為 中國是東盟國家二十年來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和對東南亞地區基建設施投資的重視 使得雙方經濟聯繫越來越緊密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